学大成救众生 要懂得 因为我们人有色身 就是看得见的身体 只要你今天 有这个身体坐在这里 你就一定会有生老病死 其实 人是很苦的 你们想象一下 人总有要死的一天 那个时候 你们是何等的痛苦 因为没有一个人 能够逃得掉死亡 想一想到临终 你们的房子 孩子 财产 你们会很痛苦 师父说的 都是真的 如果你知道有色身 就知道 会有生老病死 有物质存在 就是看得到的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 就一定 会有成住坏空 就说 今天这个房子 建成房子后 然后 我们住在里边 几百年之后坏了 最后 把房子拆掉 重新造 空了 你今天只要 有物质的东西 就会有 成住坏空 小时候 从长牙开始 一直到 牙被重住 直到今天 还在吃东西 然后 到牙齿坏了 牙齿要补了 到了最后 全部掉光 空了 只要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 它都有 成住坏空 在这里 师父把大家引导 延伸到 大乘佛法 和小乘佛法上来 大乘佛法就是 能够明白 这个世界一切的道理 因为你已经知道 这一切都会 成住坏空 一切都是 生老病死 然后 你用菩萨的心 去度一切众生 因为你知道 自己有苦 你度了自己 度他人 然后 你会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因为你把所有的人 都作为自己的孩子 因为你学佛的慈悲 所以这个 就是大普度 大乘佛法 就是大普度 因为只有自己 知道苦了 才会想到 去度别人 你们从现实生活当中 就可以经常看看 自己学的 是不是大乘佛法 比方说 你今天在这个地方 自己摔了一跤 你爬起来的 第一个念头 不是骂人 而是想到 后面这个人过来 跟自己一样 摔一跤怎么办 马上把这个地方的 砖头放好 不要让后面的人 来扮一跤 这个就是 大乘佛法的理念 你们在生活当中 都应该这样 经常想想 自己做的事情 是不是大乘佛法 不做自私的 只管自己的人 小乘佛法 有一个执着心 他不欢喜的 他不度 他喜欢度的人 他高兴的 他就去度人家 去教人家 众生不求 他不度 不救 师父经常教你们 做人要主动的 去帮别人 不是说 人家来求你了 你再去帮别人 你们很多孩子 看着爸爸妈妈 手不好 脚不好 难道还要等 爸爸妈妈说 孩子 我现在穿袜子 你来帮我 扶我一把 你应该主动上去 爸爸 你手不好 我来扶你吧 对不对 而不是要父亲说 孩子 我这脚不方便 你给我把鞋子拿过来 大乘佛法 教我们懂得 今天父母这样 也是我受苦了 今天 我已经知道 自己过去 也曾经做过苦的事情 所以我必须 要放下自己 赶紧去帮助别人 小成佛法 就是因为 众生不求 他不救 师父希望你们 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懂得 主动地 去救众生 这个世界万物 都是有妙法的 师父在这里 告诉你们 学佛学法里边 也有一个妙法 学佛学法 实际上要多听 很多东西叫听法 也有叫读法 念经和诵经 那是两个概念 所以叫念诵 念是把声音放出来 诵是一边在读的时候 一边有所思考 所以叫诵经 还有的叫读经 有的叫听经 你们要学这些东西 师父告诉你们 你们在读经的时候 在听人家说经的时候 不要去听他的语言 而是要去听 他说的道理 道理 就是佛教的教理 很多人听师父讲课 觉得师父的声音 很洪亮 很有词性 这是你们在听声音 要听师父讲的道理 反过来讲 师父经常讲故事 师父在讲故事的时候 你们的思维 也会跟着师父 进入到故事当中 而有些人听完故事 可能就会忘记 但是有的人听完故事 他就牢牢地记住了 因为故事里面 是有道理的 师父看到 秘书处转的一个网上的动画片 就是把师父讲的 一个丘吉尔的故事 做成了动画片 师父看着 都觉得很好玩 讲故事的声音 是师父的 里边都是动画 跟小孩子 画得挺像的 掉到什么粪坑里 然后救起来 哇哇大哭的样子 真的挺好玩 师父觉得 只要把别人说通 说明白 让人家接受 你就是在妙法度人 所以 希望你们 在听师父讲故事的时候 要听故事当中的道理 并从中受益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